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早晨 早晨 这里是南铺 不同年代的名字很有特色 这间店的名字和大丑差不多年纪 名字叫红棉 居民那里得到很多老前辈的认同 究竟是怎样去到尖丝 老派的装修风格 真的马上都年代感出来了 有很多女生 这些不需要看女生 看女生 20几年 拍摄我 能拍摄我吗 我拍摄我 5.5元的奶 给我下方 好 可以拍摄吗 可以拍摄吗? 我拍摄 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几分 这款烧鸵才刚出路 我们是11点钟的 先秤一下 皮脂肪不太厚 皮脆 刚刚烧起的皮脂肪 是酥脆的 肉嫩 有些鸡肉感觉 但汁水方面 我不太喜欢 酥脆的汁 汁水比较少 比较轻熟 你会吃的是鸵的味道 鸵味很足 没有放到酸甜汁 有时候烧鸵太肥 你才会吃酸甜汁 你记不记得阿伦是常常吃的 甚至是原汁也没有上给你 就这样吃,就够了 烧鸵超越了鹿油皮 成为了这餐饭我的第一心疼务 一家20多年老自豪的餐厅 这个很少在外面吃到的 这是鱼腸和鹿油皮 哪些是鱼腸 鱼腸比较少 第一次来吃 你拍着做什么? 是我们打广告吗? 当是,但我们一定会买单 你放心,我们不是骗食的 看你好不好吃 不好吃都要买单 不是,他说说过 好吃就说 不好吃都是我的问题 不好吃都是我的问题 先试试 好吃 他做到了 鹿油皮洗得很清净 然后呢 没有那些植物的稠味 完全没有的 然后呢,整个芡 很漂亮,咸香香 但是同样的鱼腸 有,但是有相对 只是很少 喜欢的是什么呢? 你看看这粘稠 真的是海绵宝宝 海绵的质感很漂亮 有什么效果呢? 它里面的汁水,很充满 尝尝鱼腸 鱼腸本身的甜味 很浓郁 它比我以前吃过的蒸鱼腸 更多的甜味 这东西有功效 手工东西 油皮很难洗 一路啤水 一路啤水 这是大肠 它用了日式的鱼板烧 加热底烤 但它没有点火 很多变化 表面肯定是咸味 有酸味 原来不是酸味 而是酒的味道 酒的发酵 酸酸的味道 这是第三种 那种壮气的味道 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咬到鱼里面 它会有油脂的甜味 几种味道 一层一层滲 如何做到鱼的鱼 这个鱼很美 烧鱼是你做的 中国的鱼鱼都是做的 烧鱼也是这种味道 这些要做到这样的 要做到这样的脂肪 要有点努力 要选择 我种很容易 太嫩那些不可以 太嫩 太肥 也不可以 太肥 是什么意思 这些大概是180 人们说你是做传统热菜 对 现在很多新派菜都会出现 但是新派很多时候 就会将那个 技法 会缩短 时间缩短 令到他速餐多 但是很多传统热菜 他就是 因为手工 而且他需要时间比较长 尤其是油皮 起码要做两至三天 所以现在很少 会这么多心机去做一个菜 这样 这个还不出大 就是让人有以前的记忆 打父亲兄弟上阵 父子兵 红面餐厅 父子兵上阵 老板还在坚持 我们想做一些传统的东西 我们想做一些传统的文味 保留下去 于是乎 在村里 依然都是 学了二十多年 是一家挺个人的餐厅 走开这边 不妨试一下 好吗 最后请你记住 全场消费由猫公子 曾老板我帮你省了